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新鲜的新鸣周刊封面话题 全球中文热 根据国家汉班的粗略的估算 全球学这个汉语的外国人 目前已经超过一个亿了 比如在英国 有五千多所中小学 它都开设了什么呢 汉语课 每年学汉语的人数 有将近四十万 BBC还推出了免费线上中文课程 从最最基础的声调 一二三四声开始交起 类似的中文热也出现在美国 根据这个美国教育机构的统计 美国它中小学生 学汉语的人数呢 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 美国总统特拉普的外孙女 用中文唱歌 用中文背诗词这个视频 更是让很多人表示惊艳 中文热之所以会成为一股全球的风潮 原因呢 恐怕就在于中文的应用范围 是越来越广 你像在巴黎机场这个免税店 会说中文的导购员 就成为老板争想的香伯伯 不少导购员呢 甚至被要求在名牌上使用假名 为啥呢 为了防竞争对手去挖人 在美国呀 根据彭博社的这个报道 说未来美国在财政 商务 外交和安全部门 都需要精通中文的人才 那怎么才算精通中文呢 考试拿高分 就像咱出国留学 要考这个雅思啊 考托福 这外国人的汉语水平啊 也有专门的测试 叫汉语水平考试 你看这个考场上啊 在严肃考计考出水平的调幅下 一群考生的抓了牢筛 就知道这考试得有多难 咱们也就能够理解啊 这小伙子拿到一个漂亮的成绩单 为何笑得这么开心 汉语作为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 学起来是真不容易啊 就像电影唐人街探二 一群老外在来学中文 始终分不清主食和猪食 一些好莱坞明星 硬的头皮啊 在那个学唱这个中文歌曲 我们来看一段金刚狼的现场版 给我一个吻 听起来呢 更像是给我一个碗 不过没关系啊 只要开心就好 相比于这个唱歌 每一句这个中文对白啊 就更让人是听得一头的雾水 你要是不看那个字幕啊 完全都听不懂 他在说啥 当然咯 咱也不能怪这个外国人的汉语发音不准 你来看看 他们这个中文教材都是用英语啊 这个给它标注汉语读音啊 不客气啊 用了两个单词来标读音 连起来读确实有点像不客气啊 他们甚至呢还画上了图案 以方便这个学习啊 你比如很好啊 狠的这个发音啊 跟英语单词攻击的发音有点像 他就干脆画上一只攻击 如此简单直白的教材 跟咱小时候学英语的吐办法呀 还有点像啊 早上好 晚上好 英语怎么读呢 简单 GOOD MORNING GOOD E-WO NING 看来啊 学外语 这全世界用的都是同一个套路 持续升温的中文热 当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优秀的汉语老师啊 供不应求 它成了一个绝对的高薪工作啊 据统计在新加坡 当汉语老师 年收入呢 得有二三十万人民币 那在美国呢 有四十多万起步啊 到了德国 大概是七万欧元 就相当于咱五十多万的啊 在美国 富人家庭 它越来越热衷于呢 雇佣那些懂中文懂汉语的保姆 年薪呢 比一般的保姆 要多出两三万美元啊 当地媒体曾报道过一个新闻 说纽约啊 有两个家庭 为了争夺一位懂中文的保姆啊 相互站到台下呢 专家就说了 中文热的兴起啊 是因为搭上了 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快车 就像那歌唱的啊 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 孔夫子的话 越来越国际化了 好 接下来持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最近啊 大型记录电影 厉害了我的国 在各大影院热映 看过的小伙伴 就一个感受 然 咱们可以先来看一小段视频 感受一下 怎么样 是不是被震撼到了 影片不仅记录了 中国桥 中国路 中国车 中国港 中国网 等一个又一个 非凡的超级工程 还展示了人类历史上 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全球最大的海上转景平台 蓝金二号 以及磁悬浮列车 研发5G技术 等里程碑式的科研成果 有观众就说呀 当一幕幕气势 辉煌的航拍镜头 从眼前掠过 祖国的壮美山河卓越的成就 带来的是视觉和心灵的 双重的震撼 自豪感 那是扑面而来 在这一个又一个 中国奇迹的背后 是科学家 不畏坚固 埋头苦干 开拓进取 你像 港珠澳大桥的总工程师 林明 从48岁到60 从项目立项 再到大桥通车 当初意气风发的中年人 如今呢 成为一个即将退休的老者 林明 有一句话 让人印象深刻 他就说 现在的中国 不是能做成什么事的问题 而是 你是否能想到 要做什么事 只要你想怎么做 国家 现在都有能力 能够给它干成 这话不是随便说的 是有底气的 你看啊 海上 有跨海大桥 路上呢 有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 太空更有天空一号 海底又有蛟龙号 这都是短短这几年的成绩 中国人想到了 就一一给它做到了 看到这呀 我想啊 甭管是谁 都会由衷地感叹一句 厉害了 我的国 除了展现大国风采 电影 也从小家的角度切入 讲述平民百姓的生活变迁 你看啊 有筑起了全世界最大人工灵的 霸上三代人 有享受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居民 有基层扶贫干部挨家挨户的探访 这一个个小人物的贫买的故事 记录了我国在扶贫医疗保健生态文明等领域取得的成就 我的国成就我的家 我的家推动我的国 家国相依 只有厉害了我的国 才能幸福了我的家 好 继续回来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大数据杀手 最近有这个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 他是经常在某一个旅行网站来预定同一家酒店的房间 常年的价格都一样 三百八到四百 有一次他到酒店的前台去问了问 就发现 答案计他会降价 只需要三百 他就让朋友用别的账号来查询 果然是三百 但他自己的账号一查还是三百八 这首客竟然要被高借 竟然要被宰 这么一件事就引发了热议 不少人纷纷也就更替 晒出了类似的经历 有的人就说 外出用打车软件 我跟同学的路线差不多 车型差不多 但因为我打车软件用得多 就比他们要贵个五六块 还有的人看电影 有人就晒出了跟同事的对比 同一家影城 同一个时段 同一部电影 他的票价呢 三十七块九 而他同事呢 只需要三十二块九 相差五块钱 他开了会员票价 反倒更贵了 一时间在各种不同的消费利益 像什么通讯啊 购物啊 娱乐住宿出行等等 好像都出现了杀熟的现象 而且都是被互联网公司 利用大数据杀熟 云计算 怎么就成了云算计呢 有一位律师就说了 这些年呢 类似的案例出现了上升的趋势 消费者在一些惯用的网络渠道上 什么订酒店啊 买机票啊 就发现比其他的渠道价格反倒更贵 经济学上啊 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差别定价啊 就企业通过差别定价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它定价的依据呢 就是消费者的消费能力 消费偏好的不同 甚至是地理定位的不同 虽然在这个法律上 对这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禁止规定 但这种行为 那是明显损害到消费者的知情权 以及公平交易权 大数据的技术 应该是用来服务用户的 不应该是来精准坑害用户的 在网络上 有人还曝光了更多的内幕 你比如啊 在电商购物 如果用大数据啊 你就发现 某一个消费者投诉比较少 以此呢 就判断 他不那么较真 那么对不起了 商家就极有可能 把一些个不太好卖的残次品啊 发货给你 而对于投诉比较多的 喜欢打差评的买家呢 这属于不太好惹 不敢碰 就更认真的对待 发货都是发品质比较好的 有人就感叹了 身处大数据时代 在享受大数据带来 种种好处的同时 咱呢 也得意识到 他可能会被某些人用来 伤害消费者的权益 像之前 互联网公司也宣称啊 说能够利用大数据 描绘出用户的精准的画像 提供更个性化 更有针对性的服务 现在看起来 这大数据杀手 倒确实是很有针对性 业内人士就说了 这种现象损害到的 它就不仅仅是消费者 极有可能损害到你行业本身 互联网平台跟用户之间 那是一种信任关系啊 你现在商家 依靠这个大数据啊 来这个识别常客 把他们当成了这个羔羊来宰 这就是瓦解性人 可能导致消费者 干脆放弃你这个平台 其实啊 通过分析用户的上网行为购物模式 对用户进行差别定价的做法 也不算什么新鲜事 你看早在2000年 亚马逊呢 也曾经被曝光杀熟啊 有一名用户就反映 说他在亚马逊搜索一件商品 价格收出来26美元 之后他删除了自己的网络足迹 变成一个崭新的陌生的用户 他再去看同一件商品 标价弹出来22美元 比之前便宜了4美元 这件事被曝光后 亚马逊CEO贝索斯啊 被迫是公开道歉 解释啊 说这只是一场差别定价实验 是一个测试啊 随后呢 向用户退还了差价 并取消了这种差别定价 我们再来看看咱们的这个事件 有人就说了 他暴露出大数据产业的缺陷 非对称 不透明 你互联网巨头 掌握到咱们的这个消费数据 但他如何使用这些个数据 外界呢 一无所知啊 更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的数据 会被用来对付自己 如果消费者跟这些平台打交道 随时要提防被套路 为了消除信息不对称而耗时又耗力 那就徒征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啊 要不说 大数据杀熟 套用一句歌 最懂你的人 伤你却是最深啊 好 接下来说一说 画碑赛暂停 最近画碑赛 也就是画罗庚金碑少年数学邀请赛 原定于三月十号举行的决赛 紧急暂停 按照组委会的说法呀 这是为了响应教育部的要求 就在几天前 教育部呢发布了一个文件 要求对各种竞赛活动 进行重新核准 作为第一个响应的比赛 画碑赛暂停 并不是全面叫停 如果得到了重新的核准 恐怕还是可以继续举办 当然在业内啊 这依然被看作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创办于1986年的画碑赛 有三十多年的历史 那影响力真大啊 截止到目前呢 有过三千多万的学生 参加过这个比赛 他的暂停 对于其他明目繁多的各类竞赛 今后该如何规范 有着一定的导向意义 有人又说哈 这个画碑赛啊 突然暂停啊 这其实呢 也是一种必然啊 奥数等竞赛活动 初中呢 是让那些有兴趣 有能力的学生 开发智力 锻炼思维 但是到了现实当中 奥数竞赛的成绩排名 跟兴趣呢 没什么关系 而成了中小学升学的一个敲门砖 哎呦 家长因此就趋之落物啊 不顾咱家孩子的实际情况 硬拉着孩子要报名残赛 就形成了全民奥数的热潮 以至于啊 奥数命题专家 他都看不下去了 出来呼吁 说适合奥数的学生 只占到学生群体的5%左右 那现在这个奥数乐 已经远远超过了 他的合理范围 奥数热 学生生受其苦 而培训机构呢 比赛机构呢 就有力可图 那几年前 有媒体调查就发现 就光是浙江 一个地方就有六万学生啊 在学这个奥数 全年的培训费呢 高达三个亿 那家长就感叹呢 孩子在这里边呢 算题 我们呢 在外面算钱算账 所以啊 这一次教育部紧急要求 不得收取活动费 报名费 以及其他各种民目的费用 这个规定 就有望起到一个 扶笛抽薪的作用 遏制住竞赛的逐利倾向 要我说 画杯赛的暂停 体现了教育部门 深化教育改革 减轻学生负担的决心和力度 这是理性纠偏的开始 学科竞赛 就应该剥离 它的功利色彩 回归成为一项 这个纯粹的智力活动 好 接下来 进入到我们的板块 杂志标题 来看最新一期的 难读周刊 文章标题 为什么文物最懂你的心 这春节假期 刚刚过去了 但是春节期间 发生的那些事 却依旧是人文茶余 饭后的热点 你比如 每逢佳节胖三金 还有比如 每逢佳节被逼婚 有趣的是 大家的这点小心思 都被博物馆的文物 给看穿了 他们把你想要说的话 全都给说了 你看啊 慈眉善目的隋代青石像 分享了一个 亲戚社交的生存三连 把这微笑 你说得对 都可以 还有啊 汉代的青幼桃狗 则是发出了呐喊 喂 单身旺 本命年我们稳住能赢 而富泰的唐代女勇 却说出了所有 减肥人士的痛 莫问假期有何沉淀 指手相看圆脸 这组文物表情包 就引发了人们的 集体围观 大伙是纷纷表示 这说的不就正是我呢 千年文物 变身表情包 这幕后推手啊 恰恰是西安的文物局 他们抓住年轻人的焦虑 再结合高大上的文物 这么一碰撞 就撞出火花来了 文物局啊 人家说呀 希望以生动有趣 贴近年轻人的这个方式 向公众来介绍 咱西安的文物 都说官方吐槽 是最为致命啊 追溯起文物的表情包之路 还得要从故宫博物院 说起 早在2015年 故宫呢 就在他的微博上啊 发布了一组 放回自我的文物表情包 当时是受到了 不少年轻人的追捧 人们第一次见识到 有原来严肃的文物 还也可以这么调皮 紧随故宫之后 四川的三星堆博物馆 也晒出了一组 逗趣的文物表情包 让一众网友啊 笑喷 我们再来说说前不久 记住篇 如果国宝会说话 那海报上 一个个国宝 还真的就 开口说话了 你看看 官方卖萌 那简直停不下来啊 在官微的启发下 网友那也是脑洞大开 纷纷去博物馆啊 捡表情包 什么意思呢 就是看到有意思的文物 就创作成改编成表情包 这叫自己动手 风衣除石啊 这一时间呢 原本冷清孤寂的博物馆 成了网红 我们回到标题 为什么文物最懂你的心 其实仔细看看 这些个文物表情包 你就发现 这些文物啊 虽然距今有几百年上千年 但配合现代的语境 竟然是一点都不违和 这种跨越时空的共鸣 或许啊 就是最抓人心的 这大概就是文物 恒久远 表情 有流传 好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 另外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马云和交警合影 只是这站位啊 有点尴尬 左边一个交警 右边一个交警 马云站中间 看上去啊 有点尴尬 其实不止马云 很多名人和警察合影的时候 也都不知所措 你看黄渤 王妃 张寒玉 也是站在警察当中啊 一脸的严肃 为此呢 北京市公安局 专门发微博提醒 与警察叔叔合影 若站位不太理想 一定别忘微笑 怎么笑呢 正确示范 请参考撒背您 大连一位妈妈 因为担心儿子挑食 影响到健康 于是呢 每天都变着花样做早餐 你看啊 玉米被做成了小黄人 一个个樱桃 那就是一个个小气球啊 饭团呢 捏成了可爱的大熊猫 茶叶蛋呢 变成龙猫 妈妈说呀 现在儿子不光改掉了挑食的毛病 有时呢 还主动要求 帮着一块做早餐 要不说 这一道道创意早餐 满满的都是母爱 陕西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 近十万只古顶鸡 飞来飞去 黑压压一片 场面相当壮观 这些鸟啊 在水面是栖息觅食 就像是一幅美丽的水墨画 这就叫春江水暖 鸟先之 好 接下来继续关注热点话题 上学要考试 找工作要考试 拿驾照要考试 但您听说过 离婚也要考试吗 最近啊 一份这个婚姻家庭考试卷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这份试卷呢 来自陕西西安 魏央区法院 由主省法官亲自命题 考试范围涵盖三方面 恋爱回顾 矛盾梳理 未来展望 所有的题目啊 都围绕这几个方面 比如你谈恋爱的时间 有多久啊 在恋爱的时候 对方做了哪些事了 你感动啊 家务是怎么分工的呀 发生矛盾的时候 谁先打破僵局啊 还有在家里啊 做得好和不好的 都有哪些个 打算如何改进等等 哎呀 离婚也要考试 这样的操作 就引起了讨论 有人就觉得啊 这是不是在人为的 设置障碍 对此呢 初提法官就说了 婚姻法有规定 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应当进行调解 这么一份试卷 其实呢 就是想起到调解的作用 而且呢 在庭审之前 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之后 才会进行考试 如果有一方不愿意考 那就转入下一个诉讼程序 咱换句话说 考还是不考 全凭自愿 其实啊 这一份试卷 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考试 倒更像是对夫妻俩 感情状况的一次摸底测验 更重要的是 这测验呢 不打分 结果呢 也只警拱法官参考 据了解 目前已经有十多对 要离婚的夫妻 填了这一份这个试卷 你像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啊 每个问题啊 都回答得很仔细 在未来改进方面呢 很诚恳地说出了不足 和想要改的地方 当法官将各自的试卷 拿给对方去看 还没等法官开口 这夫妻俩态度就已经软化了 当场决定不理 而另外一对正好就相反 试卷填写得特别的潦草 很多问题都空着不写 像最最关键的 为什么会结婚 这个都懒得去回 懒得写 看到这种试卷 法官也就不会再把他俩啊 往一块凑了 毕竟强有的瓜不甜 说穿了哈 考试这个试卷呢 那就是给即将要瓦解的婚姻 提供一个缓冲地带 让夫妻双方能够冷静下来 了解自己真正的内心 主要呢 更慎重的更理性的决定 是不是要离婚 此外通过这个考试啊 这个法官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提前了解到夫妻之间的矛盾 这样就节约了庭审的时间 节约了司法的资源 说白了 离婚是卷 其实呢 是法官对相关办案流程的一种完善和整合 这也算是一种有益的司法创新 事实上啊 为了更好地了解每一对夫妻的感情状况 法院除了这个试卷 还根据案件的不同 推出了各种简易版的试卷 比如说专门针对婆媳关系的 还有专门针对孩子问题的 哎呀 甭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想离婚吧 都可以对证下卷 要我说呀 法院推出离婚试卷 考出了婚姻的温度 也测出了咱司法的温度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南方人物周刊 介绍瑞慈 金鱼系男友 一直有个传说呀 说这个金鱼的记性啊特别差 记忆呢只有七秒钟 金鱼系男友呢顾名思义呢 就是继承了金鱼的优良传统 特别健忘 你比如上一秒 你刚刚和他说过什么什么 下一秒呢他就忘了啊 再比如同一个问题 连着三天要问你好几遍啊 他们最常说的三句话就是 你什么时候说过呀 哎呦我忘了 这一次一定会记住 面对这样的金鱼系男友 这女生就表示 泪流成了金鱼池 其实呢有金鱼系症状的 可不只是男友啊 你比如工作上 你可能碰到金鱼系甲方 哎呦使不定啊 随时就表演瞬间失忆 上一秒要你改成这样 下一秒要你改成那样 等你改了一二三四五六七版之后 他又说我还是觉得第一版比较好啊 还有你去吃一个饭 就有可能碰到金鱼系服务生啊 点一个云吞面 跟服务员说了三遍 不要放葱 他也礼貌的说好的 可最终端上来那一碗面 还是有葱花啊 你去剃个头 又有金鱼系理发师等着你 甭管你苦口婆心 说了多少次 只剪短一点点 最终呢 看着满地的碎发 是欲哭无泪啊 有人就调侃说 集齐了七个金鱼系理发师 你就可以避风一个顾客 说了这么多的金鱼系 您放心 我呀没有被传染 依然记得接下来说什么 好的 读杂志关键下 杂志话题多 明天从午节的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年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